嗨,欢迎收看自由感觉,我是杨阳 撒哈拉大沙漠位于非洲北部,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 最近,这片广袤的沙漠却引起了非洲人民的恐慌 因为根据专家研究,未来撒哈拉大沙漠将会不断扩大 最终会吞并非洲四分之一的土地,面积大约相当于整个美国 非洲人无计可视之下将目光投向中国,希望学习中国的炙杀经验 2018年对于撒哈拉来说并不太平 沙尘暴频发,东欧多国下起了黄沙 因为气候的变化,非洲北部愈发的干旱 撒哈拉沙漠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扩大了接近10% 科学家预测,随着亚热带和热带的哈德莱环流不断产生 脆弱的草原环境无法阻挡退化的脚步 非洲四分之一的土地将无法保证沦为沙漠地带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,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炸德湖 湖水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缩小了90%以上 萎缩速度让人胆战心惊 另一方面,非洲的降水量也不断下降 天气的变化让肥沃的土地逐渐减少 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含量迅速增加 沙漠继续吞噬,非洲高增长率的人口可能无处可期 非洲多国政府游行冲冲,经过仔细研究 他们发现自然环境的恶化来源于人类活动 而中国则成功地以退耕还林、退耕还草政策 阻止了土地沙漠化的进行 于是,他们积极向中国寻求治理黄沙的经验 不断地进行研究考察 沙漠绿化、退耕还草、保护湖泊忙得不亦乐乎 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将撒哈拉沙漠变成适合人类居住的绿洲 此外,非洲环境保护组织不断呼吁当地的居民合力耕种 有效开发,拒绝银吃卯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欢迎关注最有感觉,留言与我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